今天是一个非常让我们喜乐的日子 因为我们今天有洗礼 然后呢我们今天有六位弟兄姊妹 要来加入神的大家庭 所以我们特别地感谢神 在洗礼之前呢 我还是要分享一段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 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一个命定的词意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比较久之前的 那时候林书豪刚刚读书读完 加入NBA的球队 我们知道他有一段日子 做能板的对不对 没有机会上场 到后来他能上场 然后有所表现的时候 在台湾就一时之间 就成为风云人物 然后我们称他叫林来风 那当然已经退烧了 他已经的新闻不再是这么多 但是那时候大家就是买他的球衣 然后他也回到台湾 然后有一些的聚会 来包括一些比赛示范赛等等 然后甚至他还上真情部落格 录下他的跟家人在整个信仰历程的那些过程 那这是当时他打球的 然后现在已经有所变动了 那对林书豪他本身来讲 在当时坐了满凳的时候 当然心情不是太好 可是他那时候 当他有所贡献的时候 你记得看到他中间那一个 商业周刊就以他为封面人物 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指指向天 他所代表的就是 一切荣耀都要归给谁 是谁让他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他说感谢上帝 尤其他坐冷板凳的时候 这节经文 让他一直持守着打球的热情 他说万事 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坐冷板凳也有神的美意 球员都是喜欢上场的 对不对 代表国家 斯大云刚刚比赛完 那刚开始的时候 游泳学者当中就有人说 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他的成绩应该更优 应该代表国家可以出赛 等等 就是一个心意 就是觉得他应该可以有代表性 那斯大云比完了 我想这些都是 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的风云人物 看得出来他们是谁 不管你喜欢哪一种球类 举重地破了世界纪录 然后他个人的最佳成绩都有突破 雨球的 然后那个网球的 然后上面的是应该是桌球 还是我忘记了 他们两个金牌 不知道是不是雨球还是桌球 那这两个也是很特殊 因为在主场的比赛 一个是说台湾最快速的什么 男人对不对 那个 另外一个是标枪选手 那个奋力一直 就拿下什么 金牌 那这都是我们斯大云当中看到的这些选手 那我们会相信这些人都从突然间从地上冒出来的吗 不会嘛 那我们知道这个白米拿金牌的 就当他拿到金牌的时候 他的新闻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就讲到说他从小是个药罐子 然后为了让他体能好一点的时候 他爸妈让他什么 去运动 然后他就跑步 一个从小体质这么差药罐子的小朋友 竟然可以跑到白米拿金牌 你能不能赞叹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跟旁边讲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次的体育的这家竞赛当中 有多项都是这样子 当然包括还有那个直排轮的那个 我没有拿到他们照片 反正就是 昨天就是想到说 这些选手都是在这次比赛当中得金牌的 当然不止这些 因为有二十几面金牌 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人 可是主要是透过他们要传递什么 这些选手绝对不是一天就成为这样子 都是有一些的机会 然后让他们被锻炼 尤其是那个之前拍过电影的叫做什么 什么的男孩啊 翻滚的男孩 对不对 这次在他的安马比赛当中也什么 拿金牌对不对 然后他就变成翻滚的男人了 已经不叫男孩了 为什么 因为他也很大了 对不对 当初他很小的时候 整个训练的那个环境很差 可是呢他就是这样练习 教练不放弃就这样带着他练习 然后跟他约定 然后就后来拍了那部影片 然后在这次就大放一彩 就真的拿下了金牌在安马的这个项目 所以你发现在每一个人身当中都有一些的历练 然后到达今天的这个位置 这是体育方面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方面 研究的方面 金融的方面 科技等等 这些都有一些领域 医学 不同的领域当中都有一些的发展 让这些人达到他们可以贡献于社会 我相信这些人不是为了要拿金牌 而是让一个体能的表达 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有时候看到在挑战在多几公斤 你知道对他们来讲 那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考验 而且很多的人是已经突破了他们原来的极限 甚至打破了四大运的一个记录 那我们都很感动 那这些人他们为什么有这样拼命的 这样子的一种表现 是因为大致上讲说 我要把金牌留台湾 就是一种有国家的荣誉感的这样一种 一种心智 然后就奋力愿意挑战极限 突破他们自己的最大的一个能耐 真的就在那个喝彩当中 我看到很多都是因为我们有资产的优势 那个加油声 喝彩声 就使他们在分力级当中的时候 就带着许多的祝福 标枪一射出去 哇 也是最佳成绩 突破他所有时以来比赛当中的最佳成绩 那就拿下金牌 你知道那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因素累积下来的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些选手有没有在练习啊 有没有在做重量的练习 核心肌群的练习 每一个不同的项目 你看到他们的体能状态都不一样 跳高选手绝对不会去参加推牵球比赛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的肌肉群是不一样的 趁该跳的选手也不会去丢铁饼 甩标枪 因为他们训练的肌群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说好啊 通通都一起训练 但是就是不行 因为当你通通一起训练的时候 通通都不行 所以他在他独特性的那个部分 他要去训练 你发现那个举重的 然后那些推牵球的 丢铁饼的 直标枪的 那些人身材都不是 我们看到的那个 觉得是model的那种身材 都是很壮硕的 为什么 因为他需要那些所有的肌肉 连在一起的时候 那样的身材 一举就可以把那个牵球 推到那个八十公尺 甚至八十几公尺 那样子的一个距离 哇 那你叫那些长跑 或者短跑那些选手去推牵球 大概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肌肉群是不一样的 这些人他们平时就在锻炼 他们要去比赛的那个项目 然后让那个项度的成绩可以提升 所以每一个人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的例子 今天要跟大家讲 属天的命定 因为命定这个用词 对很多的人可能也许是陌生 也许它变成一个专有名词 那我们就用圣经当中一些例子 来体会到底讲的是什么 那命定跟命运是有什么关系呢 好 我们看一下 《史书经》第九章十五到十六节 一起来念情 主对亚拿尼亚说 你只管去 祂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这是神拣选一个神的仆人 请问是谁 如果你有读《史书经》 你大概知道这一段经文的主题人物 神拣选谁 神要亚拿尼亚去服侍谁 这个就是大马社的那个故事的背景 就是扫罗 扫罗那时候大发热心 要去捉拿基督徒 他觉得这些基督徒是离经叛道的 因为对他们来讲 当时犹太教是正宗的传统信仰 然后耶稣基督徒完间的出现 然后带领了一些以色列人 跟随他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些人 有点离经叛道的那种状况 因为他是正统的训练下来的犹太人 所以他就觉得这一些基督徒 好像是来乱的 所以他大发热心去捉拿基督徒 可在大马社路上的时候 就遇到大光 眼睛就看不见 这时候神同时就对亚拿尼亚 告诉他说 你要去什么 服侍扫罗 然后为他祷告 使他能看见 因为神就对他说 神拣选扫罗成为神的器皿 然后扫罗后来被改名叫保罗 我们叫使徒保罗 那是扫罗是他得见主面之前 叫扫罗 后来神把他改名叫保罗 然后他说 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 以及以色列面前 来宣扬神的名 好 这就停在这边的话 我们还是觉得还不错 可是下面这些经文讲的就有点点 如果是你 你要吗 他说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 我们觉得被神拣选是很荣耀的 对不对 就是像拿金牌一样 站在那个牌子上面 然后大家拍照披着国旗 然后就享受那个荣耀 演奏那个国家的国歌 感觉那个荣耀 怎么是 第16节讲到说 还要受许多的苦难 有点百思不解 对不对 既然出于神的工作 怎么会是苦难呢 如果我们不了解 林书豪当初讲见证的时候 用的那个经文 我们就没有办法体会 神在这些事上所表达的 神对扫罗 这位使徒保罗 有一个旨意 神拣选他 在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 神就说我拣选他了 然后透过亚拿尼亚 服侍他的时候 让他整个转变 从逼迫基督徒 变成转向 服侍基督 成为基督的使徒 服侍那个世代 甚至为了主的名 被关到监牢里面 被鞭打 他说四十下 少一下 经常被 这样子对待 因为为了主的名 的缘故 这就是使徒扫罗 我们看到了 神说在他身上 有一个计划 这也就是我今天讲的 属天的命定 就是神在一个人身上 有计划 那请问神在你身上 会不会没有计划 不会的 对不对 好 因为等一下 我要用经文告诉你 神在你身上 也一样有一个计划 但是但愿我们不要 受许多的苦 但是受苦可能是有 有它的可能性 好 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好 我不念 请问这个是讲谁啊 谁要生一个儿子 然后要把他起名叫什么 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昨天我有 那些都在下面教主日学的 昨天备课的时候 我就问他们说 耶稣叫什么 耶稣的名字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经文在解释 要把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什么 他要将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就是耶稣这个名词的意思 所以耶稣就是 将他的百姓救出来的那一位 简单就是救主 好 所以神在 他的妈妈 叫什么名字 玛利亚 然后也在意 玛利亚生的这个孩子 叫什么 你看连名字都讲定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个使命 他必须完成这个使命 就是将他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就是有关于耶稣 有关于玛利亚 他生命当中的命令 好 我们再看一个 这是谁 这是彼得 耶稣对彼得说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所以使徒彼得 有一个神特别的选招 要做什么 要建立他的教会 然后在耶稣基督的磐石的根基上面 建造起来 然后彰显教会的权柄 胜过这世上阴间的权势 所以神在使徒彼得身上 也有一个计划 有一个命定 好 看看我们 这是有关于每一个人 好 读家福音第一章 七十四七十五节 一起来念请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生在他面前 坦然无惧 用圣洁公义 侍奉他 这讲谁啊 谁是被救出来的一群人啊 就是我们对不对 就是基督徒们 我们这些已经领受救恩的这一群人 我们是在仇敌手中被耶稣救出来的那一群 然后神有一个旨意在你身上 他说什么 叫我们可以终生在他的面前 就是在耶稣的面前 或者你说神的面前 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 侍奉他 这就是神的心意 我简单地称他叫做属天的命定 关乎我们个人生命神的计划 所以今天受洗的六位弟兄姊妹 难道今天我们受洗只是为了得救吗 然后就结束了 应该不是 如果你看懂这些经文所讲的意思 我们得救之后还要学习侍奉 阿们 所以跟旁边人讲我们要侍奉神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做礼拜被别人服侍 我们是一群要服侍神的人 我们连做礼拜我们唱诗的时候 请问唱诗的时候你要不要开口 你要不要跟我们带领敬拜的人一起开口唱诗歌 虽然我不会唱 可是一次不会唱 你唱一次 第二次你就熟悉一点 然后呢 领会的在唱第三次的时候 你就已经什么 学会他了 下一次就不是新歌了 是吧 因为总是第一次唱的时候一定是新歌嘛 可是你唱了第二次 第三次你就学会了 可是我们用这样的歌来表达 我们向神的敬拜 就是服侍 至少是我们嘴唇向神所献上的赞美的祭 阿们 所以服侍有很多种类 当然包括像招待 我们刚刚讲敬拜团 然后在阴空那边的同工们 都是在服侍神 阿们 但是平常我们个人也在服侍神 你在你家中的 把你的家 祷告交通给神建立祭坛的过程 都是在服侍神 在职场 在教会的师父 都是 好 有一次我们在 那时候我还在内服侍 那时候我们就共同参加了一个领导课程 那这个课程上完 上得还很不错 是一个 一个姐妹 她有成立了一个机构 就帮助我们 一些牧者 怎么样提升我们的领导力 然后整个课程上完之后呢最后有一个功课就是 她要我们每一个人 她送我们每一个人一盆盆栽 小盆栽 那时候那湖花式还是在原来的地方 所以很近 然后呢 一百块可以买到七盆 所以她就买了十几盆 然后就带到我们的最后一场聚会的时候 然后她就给我们 送给我们 但是 就定了一个 一个月之后的一个约会 就是我们一个月之后呢 我们要再见面 相见欢的聚会 然后相见欢的时候呢 就要把我们 送给我们那个盆栽 带回来 你知道有十几个人参加那个课程 然后最后带回来的 你们猜猜看 有几盆还活着 有人说五盆 还有没有 随便出个数字 你叫五以下 五以上不要猜了 还有人猜得到吗 周牧师你来猜一下好了 三盆 你还蛮有信心的 我公布一下 谁说 一盆啊 你对我们 因为这些都是牧者耶 很会牧养耶 你觉得照顾小盆栽会有困难吗 是 谢谢你要提高 答案是你们没有猜对的 就是两盆 但是你知道 很有趣的一件事 后来我们 虽然只有两盆带回来 可是很有趣的 大家就在谈他们的照顾这个盆栽的 但很多牧者很多的理由 但我刚刚特别讲说 牧师应该是很会牧养的 照顾一盆小盆栽怎么会死掉呢 可是你知道牧者很忙对不对 所以他的盆栽就放在 有的放在阳台 有的放在家里 然后有的摆在教会 然后呢就很多人就知道 牧师要照顾这一盆栽 一个月后要见面 所以呢你知道呢 盆栽摆那边的时候呢 就有很多爱心啊 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摆一个盆栽 你知道每个人看他 哎呦好像没有浇水 所以赶快 浇一下水 然后下一个人看到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浇水 然后你就把它浇一下水 有些盆栽是被淹死的 但是有的是放在阳台的时候呢 就因为牧师太忙了 就想到的时候三天了 然后什么 那个盆栽是怕 缺水的 就什么 就枯死了 所以有被淹死的 有被晒死的 有两盆 比较特殊的 那活下来 其中一盆在我们家 有一盆叫做日日春 然后另外一盆就是旁边看到的 这两种 其他通通死光了 因为都不一样 然后呢就剩下这两盆 然后有一盆是在 我们家 然后一盆是在 别人带来的 日日春的好处是因为 大家对 对他 知道吗 那台湾的 特有品种那个 到处看得到 对不对 因为他很容易长 也很容易活 你不用耐心照顾他 也淹不死他 但是也不容易晒死他 为什么 因为他很 强悍 你常常看到 街头街角 就长了一棵日树村出来 然后你也不用 没有人浇花 浇灌他 他活得好好的 有时候还 冒出一大虫 你就看到 长得非常茂盛 你知道有人就开始 为了照顾这个盆栽 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那有人就决定到花市去请教人 然后带着他的盆栽去研究 怎样照顾这个盆栽 但是也有人就这样子 带回去的时候 就搁在 他的阳台 或者他的客厅 放在教会某个角落 然后就是 大家交话 一起交怪 不同的 对待的态度 因为他有不同的 信念 因为这不同的信念 对待这个十几盆的盆栽 就造成了十几种不同的命运 当然你知道最终的结果 有大多数的盆栽都死掉了 只剩下这两盆 但是他的优势 不是因为照顾者照顾得特别好 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力 比较强 比较强 强悍一点 我指的是 我们的决定 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他 就会造成一个结果 那 我们十几个人都知道说 我们要照顾一个盆栽 有人就会花时间说到花市去研究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然后呢 并且知道怎么样照顾他 可是也有人什么 只能 反正就是 就记得浇水 可是万一没有浇到水呢 就看天了 但是万一汗 太晒 像前面那几天 这几天就不用浇花了 对 因为下雨 可是前面几天好热啊 一天你可能如果他是不耐汗的 一天你不浇他可能就挂了 他就可能就开始掉叶子 然后两天呢 可能他整个就 内部就伤很严重 你再浇他可能就活不了了 所以我们的决定带出不同的结果 一样刚刚这些人生命当中都有神的旨意 神的计划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 什么叫做命定呢 过去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就是来形容 神在人身上的计划 最早的人叫做 遭命 天职 有一段时间流行叫做使命与异象 Vision 就是 我们就是每一个企业都要有一个前瞻的一个意向 愿景 这就是那段时间 然后最近流行的叫做命定 命定的时候人家就觉得 命定会不会又跟命运有点点 太接近 那这是最近的一些形容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的一些名词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命定跟中国人所讲的命运是不一样的 命运在中国人心中就是无可奈何的 那是我的名字 嫁到不好的 那是我坏的名 我真是贱的 这就是中国台湾人的概念 这就是中国台湾人的概念 我前辈子欠他了 这是我命运 我嫁到一个不好的先生 他喝酒 他赌博 他把家产整个变卖了 那这是我的命 我叫认了 然后呢 就持续努力的生活 这就大概台湾女子的过去的命运观 命定不同于我们讲的这种命运的概念 不是无可奈何的 那命定是一种生命成长的过程 也是一种生命 经验的累积 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迈向成熟 更是神让我们在一生当中 带领我们的一个果效 所以 它是一个养育的过程 不是一个讲到必然结果的那种命运观 第三个什么是命定呢 命定它就是当你找到那条路 你的尾声 就需要有一个教练带领你 引领你到完成你的生命的计划 以至于 标枪选手可以一直 他拿到了这次撒运的金牌 他能够在百米在跑的时候 他能够懂得怎么样在最后充斥 就是那一撒那时候 他能够挺胸 你知道有的人就是 因为头先冒过去 摄影机一拍他头比他多 快速进到那条线 就判定那个头先到的那个人 可是为什么他头先到呢 因为他学会一个方式 在最后那一撒那时候 他要把头冒出去 就在那一个过程当中 他比他的脚可以再更快的到达终点线 曾经有看过报道就是 还有一种叫跳跃法的 在 终点线之前的时候 突然就扑过去 即使摔倒他也要扑 为什么 因为他就比别人更 快的0.01秒的时间 就什么 他 过了终点线 有人觉得 这种比赛法真的是很恐怖这样子 可是要讲的是说什么 当你知道这个生命中的计划 你就需要有一个教练引导你 就是你要做训练 然后让这个训练可以使你 达成你的 人生的目标 简单讲 就是一个得胜的 一个结果 这就是我们对命令的解释 所以不是命运 无可奈何 然后无法脱离 而是你知道人生的方向的时候 你可以努力 累积那些经验之后 改正那些错的 弱项 调整到最佳状态的时候 直到达成目标 成为人生的得胜者 所以人生 一起来念这段 人生就像一场千变万化的求善 过程中有胜有败是很平常的 但最重要的是有一位有策略的教练 在背后指引我们去得胜 这位教练 在我们属灵的命令当中的教练就是什么 我们的神 他是你的教练 他是引导你的 因为他知道你是 哪方面的恩赐 他就会来栽培你 我们 受洗的六位当中 等一下有两位会来做见证 但是我要先提一位 因为我没有让他上来做见证 但是他的见证 刚好就是 可以来分享这一段 因为他有一个梦想 就是做蛋糕 但是他说他之前 没有办法做 可是他现在你看到他的蛋糕 今天他有两层的蛋糕拿来 要分享给大家 所以大家待会一定要留下来 那我们到B1 吃饭的时间 我们要来切蛋糕 你知道他的小组 一直有机会吃到他 做出来的那个美味的蛋糕 有吃过了请举手一下来 吃过了举手 和平小组的 你看看都在这边看 大家都笑脸 敞开对不对 请放下来 他就提到 有很多的过程 学习的过程当中 他并不是那么手巧 能够去掌握这一切的 但没有时间去讲 有机会 你再听他个人在分享 或者有机会到 他的小组去听听他的分享 去找资料 上网 寻求 但是有些时候没有答案 可是神就在 特殊的机会 就给他一些的 灵巧的 思维 然后就尝试出来一些 一些就是 成功的一些 模式 然后就做出 非常 健康 又美味 然后又好看 又好吃的 艺术蛋糕 我还没办法讲 讲完你的 有机会 真的让你自己来讲 待会还有另外两位 有不同的 生命的经历 要提的就是说 神在一些人生命当中 有一些的计划 神就会让一些的 我们人生会讲说 外面的讲法叫贵人 有贵人相助 但其实 都是神安排在我们生命当中 帮助我们的那一位 我们比较喜欢讲天使 神安排的天使 当然不是长翅膀的那种天使 是 神安排帮助我们的那一位 成为我们的小天使 使我们可以 达成我们人生神的计划 人生下半场这本书 他写了 他告诉我们说 人生的上半场追求的是什么 叫做成功的人生 但是下半场呢 你们要猜猜看吗 得胜 很不错 有意义的人生 有意义的人生 难怪是当教授的人 好 下半场追求的就是有意义的人生 不是用成功来 来 框架他 而是用意义 来描绘他 他说有意义的人生 什么叫有意义的人生 是对人 产生有贡献 成功讲的是 我多金 我有房子 我有车子 我有这一切 光环 叫做人手看的成功 可是下半场追求的是 意义 价值 那人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怎么样能够有界定 如果我们人生的价值 是因为 我们偶然的出现 我们人的出现是因为 天地之间 千万年的变化 偶而 散电 打中了某一个 物质 即便当中产生了一个 最开始的单细胞 你会相信吗 然后这个单细胞经过一万年的转变 从单细胞变成 多细胞 然后这多细胞最后在水中产生了水中的生物 然后 变成复杂的鱼类 然后再从 水中 进到陆地 在演化 飞到空中 你会相信吗 亿万年的 变化 如果我们人生是这样子的偶然的出现 那我们何必努力呢 什么叫做有意义 因为我们 死后就 灰 飞 湮灭 哪有价值 所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是要跟神的存在 神的存在 我们人的被造 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如果没有一位神创造了我们 师母刚刚也在问说 神所造的最神所喜悦的被造物是什么 就是我们人 对不对 神说人被造的时候 神说甚好 本来是好 可是人被造的时候 神说什么 甚好 亚当被造的时候 神看亚当的时候 就说甚好 这是神创造人 有计划 有目的 所以神让人与他一同管理 神所造 这就是神的计划 所以 弟兄姊妹 如果 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计划 或者命定 你 稀不希望能够活得出来 还是你希望到你20年之后 人生下半场的时候 你才在想 到中年 中间 中场休息 你才想想我下半生要怎么生活 我要怎么过 如果你有一个蓝图 你就知道怎么要把它拼凑起来 你知道昨天 我们跟师母就参加了一个 就是跟婚姻建造有关系的一种 算是一个课程 或者也好 或者是一个聚会 然后是在典华举行的 然后请到了一些有名的人 然后做一些 演讲有关于他们的婚姻 然后最后一件事情就 他要我们做一个游戏 他就发给我们每个人 一份拼图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 给我们多久的时间 一分钟内我们要把它拼完 然后总共有三十几天 哇 然后要夫妻两个人合作 因为他们说根据一些测验 反正就是 多少分钟内可以完成多少拼图 然后他要 第一时间 因为从来没看到那个 拼图长得什么样 然后大家就开始手忙 讲拼拼拼拼 时间到 一分钟 你知道有没有完成 你猜猜看 没有一个完成 然后 活动第2阶段 他就把拼图的原貌 就是完成图 就打在投影片上面 然后呢 要所有人跟着 这一个 打出来的这一个完成图 来拼 请问快不快 就很快啊 Logo放这边 房子在这边 这个云 这个是左边的云 这个右边的云 然后这样 还有树 然后 很快 就完成了 那代表什么 他当然是透过这些在教育 当时 因为当中有些是要 已婚的 有些是要家要结婚的 反正就是他这个活动当中 是帮助一对一对的 来学习 已婚的重温 重新温习 然后还没结婚的 就学习 就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但是他做了一个梗 他问说 当中有没有百分之百完成的 竟然不多 偶尔有一些人 要举不举 后来 他就公布了一块 小拼图 然后他说 这块小拼图其实是问题的拼图 看起来很像要放在那个位置 可是当你放进去的时候 就对不起来 好像感觉他就是应该放在那个地方 就在一个左下角 要完成的那个部分 可是你就发现他格格不入 为什么 因为他刻意把这一块 不是真正做成正确的 他把它 镜面化 就是左右颠倒 看起来很像 可是左右颠倒 你就摆不进去 你就看起来是放在这边 可是就不对 意思 他说 这些看起来相像 可是他却不真正是适合的 你就是摆不进去 所以生命当中需要有这些的锻炼 如果我们看准了 就像第二阶段 我们看到了那一个 整体的那个 那个图画 我们再把它拼的时候 就很容易了 所以 我们要看清楚 所以当 昨天是家的面貌 但是今天 我要请大家想想 你的人生的面貌呢 你的人生的历程 你想想看 你要过一个怎样的人生的历程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还有多少时间到终点 那那些日子 你要用什么方式来规划 这是 我们要去想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也是针对 六位要受洗的人 今天受洗完 不是所有事情都结束了 它只是一个开始 在属灵来讲 我们在走一个属天的道路 神有祂的计划 所以洗礼有个很重要的意义 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 罗马书第六章 我们要理解 洗礼跟圣餐 到底带给我们 在属灵上的命定当中的帮助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第3节到第5节 一起来念琴 岂不知 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祂的死吗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 和祂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 有心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我们若要在祂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 也要在祂复活的形状上与祂联合 所以洗礼在这一节就能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我特别要用红字把它标起来 拿什么字 受洗就是归入基督耶稣 归入神的生命册 你在神的家中有名分 你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 就叫做归入 那那个余韵跟志祥将在明年要结婚 他们当然筹备过程中 结婚的过程当中就要办一个手续 对不对 你们知道办什么手续吗 我们现婚礼当然要办 重要的是 即使你婚礼办了再豪华 在101 哇那么气派 办完之后你们一定要办一个手续 你们才会成为真正夫妻 什么手续 志祥告诉我们一下 要去干嘛 不是蜜月 一定要到护证事务所做一件事情 你们才会成为有法律效力的夫妻的名分 请问什么 就是要去登记 对吧 你们知道这件事情吧 如果结完婚不去登记 你们知道你们是没有名分的夫妻吗 中牧师你们有登记对不对 有啦 如果你忘记登记 你们虽然结婚了 从5月到现在 你们还不是有真正名分 小心巧方会被人家抢走 我们的现在是登记制 以前是公开的 就是婚宴之后有公证人 公开的仪式就是有结文证书就OK了 但是现在一定要登记 你即使之前这些都有 可是你没有登记 政府还是不算你是夫妻 所以当你登记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归入 我的名字归入到对方的户籍 对方也归入到我的户籍 所以我们身份上有一个配偶栏 就会有什么 他的名字 对吧 我们有些新生 9月要开学的 在哪里 在不在 好 我们男生都要开学 对不对 你有没有去学校办理注册 办完了没 办完了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是 学校正式的学生了 对不对 因为你拿到学生证了 对不对 可是当你考取的时候 你虽然去申请了 可是你不去注册 学校会承认你是学生吗 不会对不对 即使你成绩达到了 也录取公布你的名字 我们这边 天恩在吗 天恩也是对不对 天恩 天恩是最高学府啊 在台北是最高学府 对不对 一样嘛 要去注册 注册对学校来讲 学籍就归入了 阿们 了解这个意思吗 所以习礼就是在归入 在基督的名项 所以 这次开始 然后归入用另外一个词来讲 是与基督联合 联合他的使 他使代替我们使的功效 就接上去 你就不用使了 因为他替你使 死亡的效用就代替你了 然后你连接于他的复活 你就有新生的生命 所以刚等一下受洗的时候 他们一定要进到水中 那昨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 然后还没有来得及说明 然后我请柏年来做示范的时候 你知道当 因为没有水 那时候要让他示范怎么样 进到水中的时候 你知道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右手就赶快抓着 这个地板 然后呢 就怎样都倒不下去 所以今天一定要倒下去 要顺服整个进到水中 所以进到水中的时候 代表你就死了 救人的 与基督的死就联合 然后起来之后就什么 复活的意思 所以今天要经历十里复活 六位 但要先死才能活 如果你下不去 你就也就不用上来 好 洗礼 让我们归入到基督耶稣里面 然后后面要很快地跟大家讲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有这些命定 许多的圣徒有不同神的呼召 那我们就看 圣经怎么说 这节经文 我们很快地来念 第一节我来念 然后双处节请弟兄姊妹来念 说雅各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 以色列啊 造就你的那位 现在如此对你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曾提应的名召你 你是属我的 躺过 那个就是因为刚好 原来有了字 现在没有了 所以它就不见了 好 第三节 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以色列的圣者 你的救主 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 使古石和西巴代替你 第四节 所以不要害怕 因我与你同在 我必领你的后裔 从东方来 又从西方招聚你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的 所造作的 简单地讲 我们都是神杰出的作品 神在基督耶稣里面 把你完成的 所以跟旁边人讲 你是神的杰作 你是神的杰作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今天再把细节再讲 荣耀我下次 只有再详细讲 我们今天记得一件事情 神在你身上有呼召 有计划 或者用现在的术语来讲 就是命定 神对你有命定 所以这边告诉 神是因着祂的荣耀 选招你 让你在基督耶稣里面被完成成为祂的作品 而且神说你是杰作 好让你有一天上场比赛的时候 你在那个场上你能够得冠军 当然我们不是在跟我们弟兄姊妹在比赛 而是在你的人生的竞技当中的时候 你跟自己赛跑 你能够突破你自己的极限 完成神在你身上的计划 这就是今天要让我们领受的这件事情 但是要如何成为 今天经文我就没有太多时间去讲解了 我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这期经文告诉我们说 第七节我们再一次再念 就是凡成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这句话讲的白点就是说 你就是神的作品 在祂的手中塑造成为你的样式 每一个人不一样 恩赐才干不一样 但是都是神的作品 神是按着你的恩赐赐给你 让你在你的家庭当中被养育 在你那个环境当中塑造你的特质 让你成为现在的你 但这个你 今天归入基督耶稣之后 神的计划在你身上要完成 因为他要成为你生命中的那个教练 帮助你 帮你直到完成神的计划 使你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所以我们要献上感谢 神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所走过的都是恩典之路 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来 预备要来受洗 在受洗之前 我也会请两位姐妹来先来做见证 我们先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来祷告 来回应神 我们一起来唱 祢是我的主 祢是我的主 听我走正义路 高山或低谷 都是祢在保护 万人足为独 祢爱我认识我 永远不遍地许 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 这是恩典之路 你爱你守 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 这是盼望之路 你爱你守 先因我照正人生路 你守秤心